今天就来云顶办山工作 顺便去看看云顶山顶那个project 安达拉进展到怎么样了 安达拉是在云顶山顶的project来的 总共是有四个tower 楼下有三层楼的signature mall 最新的那一栋除了可以看到云顶和KL的风景之外 还有一个新加坡机场的旋转式瀑布的 这个project是有一个行人天桥 可以走路到sky avenue和清水寺庙的 2025年呢会见好的 现在看起来呢是差不多了 你看那个天桥已经见到七七八八了哦 而且那个手工呢非常的美 还有挡风玻璃 而且楼梯部分呢都是电梯来的 不需要费力的去爬楼梯 现在是往那个sky avenue team park那边嫁去的 那个人心天桥呢真的直接连接到sky avenue和team park的哦 所以喜欢来云顶玩的朋友呢 住在安达拉的话 你以后都不需要开车都可以抵达云顶乐园咯 这个project是会比较premium一点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设计呢都会比较的偏高级一点啦 比如说它的天台那边呢有一个私人的jakuj 房间的门呢是采用推拉式的设计的 这里呢就是安达拉project的资料了 如果你对这个project有兴趣的话 可以pm我们咯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啦拜拜 谢谢观看记得关注我哦